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12月18号 今天我确实是事情比较忙 所以盘中的文字交流的比较少 当然我昨天就说 昨天中午说 对吧 我说 短期短线已经不能再追涨了 但它不跌 不一定下跌 只不过就说 它的这个位置风险收益比不好 所以我的结论是滞涨 但还不形成卖出条件 滞涨不能再追了 这个追是有问题的 很多人就是说 前面的仓位比较轻 这波没有及时的纠正 然后到现在有点慌 能理解 但是你如果 在上涨之前没有买入 而在这里追进去 你一旦住了个小高点 你的挫败感会非常之强 挫败感会非常强 所以就是说 我认为 就是说细节 在细节上 大家要注意细节 买点 不能在高点买 这里已经很明显 就是从短期来讲的 短线有高位的 这个可能性的 我们谈了很多的原因 比方说 通道 过两个低点的连线 做直线 然后再过 高点的连线 做平行线 所以现在这四个点 我画圆圈的这四个点 之间是有数学关系的 我原来讲过通道 大家还记不记得 假如它从下面 直接上到上边 那这个地方还可以 怎么样 还可以 后面可能还有 就是说 它风险可能还不大 就比方说从这 从下面直接上去 从下面那个下轨 直接到上面上轨 但是呢 它实际上是属于什么呢 就最怕是什么样的 从下面上去之后 回调之后再上 这个地方带结构 这个问题就比较大 所以你把这张图展开看 我再传一下 大家看这张图 你把这张图展开看 它不就是 然后回调 回到中间的这个位置 然后又上 同时带钝化 你看 仔细看 是不是 同时带钝化 所以这个地方 它是有可能形成结构的 昨天我说这个 DIF值的长速比较快 昨天是多少啊 一天 DIF值长了多少啊 还记得吧 29对吧 29 照这个速度 四天 钝化消失 还不错啊 这个大家都记起来 29了 29 照这个速度 四天 钝化消失 今天 但是我说 这个速度会降下来 我说不会一直都29 今天速度就降下来了吗 今天多少了 今天20了 对吧 20 20的话 应该到什么时候出 钝化消失啊 还是四天 是吧 还是四天 还是四天 但假如说明天 仍然是智障 甚至小幅下跌 这个速度还得往下降 还得往下降 所以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呢 就是下周一二 下周 或者下周二三 二十四号左右 这个时间是比较关键的 本周呢 我觉得它形成结构难度也很大的 有人算过吗 明天如果形成 日线级别的顶部结构 收盘价格应该低于多少 火 ZXL ZXLSSS 行 行啊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你结论就出来了 是吧 10095 现在是多少 10295 差200点 底跌2% 涨的时候都没到2% 这几天 你看哪天涨幅超过2%了 1.9几对吧 所以这个概率是不大的 注意上这个概率是不大的 所以我说本周呢 其实出结构的概率呢 不大 但是它肯定是有可能嘛 你2%嘛 这是有可能的啊 2%还是有可能的 还是要关注 但基本上呢 如果它是2% 它应该是全天都是下跌了 很少就是上午涨 然后下午下跌 不是 假如说你上午就开始出现弱势了 那你下午就要观察这个日线顶部结构形成的可能性 好吧 每天的值不一样 每天的速度也不一样 幅度也不一样 每天的值不一样 好吧 这是 从 DF值的角度来讲 但是呢 我刚才说这个逻辑是什么呢 就是 当 当这个尾数啊 运行到 前面的值 这个峰值是199 当这个尾数啊 运行到 相对比较高的位置 比如说167 178的时候 它就没得选了 要么形成顶部结构 要么顿化消失 它就没得选了啊 要么形成顶部结构 要么顿化消失 对吧 顿化之后呢 就它只有两个结果吧 要么就形成结构 要么就顿化消失 所以关键的是下周出 很关键啊 没有倾向性 别问我 你说这到底哪个概率大 对不起 不知道 下周再说 没有倾向性 好吧 这是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120分钟序列又出了 这个上升之后呢 这序列反复出对吧 序列高八 120分钟啊 这个正数第一的 刚出是吧 正数第二的又出了 这是生成值啊 生成值 昨天呢 我们说短期不宜追涨 这个序列也有一定的关系啊 就是它只是一个序列呢 我们就不太觉得它会有作用啊 它是多个序列 多个指数的序列 和多个周期的序列 生成值90分钟 上升指数30分钟 90分钟和日线 昨天是吧 日线都出顶部序列了 很少见的啊 很少见的 所以呢 昨天中午的说 时候说 不建议追涨 今天呢 其实我们也不判断它下跌 只是不建议你追涨了 但我觉得至少这个 今天的走势 从昨天的判断来看 今天的走势呢 是对的 后面呢 这个到下周的出的时候 是比较重要的 本周的这个周末呢 倒不是特别重要 好吧 盯了点呗 别让日线顶部结构形成了 是吧 盯了点呗 现在形成没啥好处是吧 2%以上的大阴线在形成 你说真出2% 大家心里又开始憋屈的慌了 是不是 你咱想对不对 是这个逻辑不 关键是下周初啊 本周剩下的这两天没那么重要 好 下面的时间有问题的可以问啊 盘中文字课啊 因为我事儿比较多 总是接到电话 语音课的时候 手机一关 就跟你们聊 好不好 10095怎么算出来的 模拟K线 因为模拟K线算啊 这个模拟K线的功能啊 咱们交易师应该是 全国做的最好的 对吧 还不够好 其实我现在没有时间理的 还不够好啊 如果要是我的话还能改 不是3啊 日线的话这怎么是3呢 日应该是5对不对 周线才能算是3 但是没过10541 就不能算是3 不能确定是3 对不对 只有过10541 就是4月份那个高点 它才能叫做周线的3 浪上升 现在没过 没过你不能确定是3 不能确定周线的3 目前能确定的浪行的 就是日线的5 日线1是什么时候开始啊 日线1什么时候开始啊 记得吗 5月份是吧 5月份 12345 是吧 这么长时间了 对 8557点 8557点啊 现在指数走的有点分化 上次指数和生成指数 走的不一致 是吧 但是我刚才说了 我之前也说了 不管它一致不一致 选了什么 就什么 你看啊 我其实没有那么好面子啊 我年初画的那个图 就是去年12月份 18年12月份 画的今年的走势那个图 如果从上次指数来看呢 就极为相似 但我从来没说过 大家现在去看上次指数 你看我现在有多准 没说过这种 我还是说 我们选定生成指 就是生成指 第二个呢 就是生成指 之前也有概率走ABC 但是我没有说 让大家一定 就盯着这个ABC 后面还有C 而是反复强调 大家不能再盯着ABC了 不要先入为主 你先入为主 这波就怎么做 对吧 其实我这个对错 有那么重要吗 他不走C 能咋地啊 那样的人可能 说两句是吧 你看 徐老师 他不判断ABC了 我根本不需要 他们的认可 大家理解不 我就不需要 他们的认可 那不重要啊 重要的是我 信任我的学员 我不能让他们 陷入到危险当中 我把所有想到的 个人的这个 这个不重要 对吧 不重要 我把所有能想到的风险 踏空也是风险啊 我提前想一遍 然后找出最优的选择给大家 好吧 还蛮好意思说我 我那一年前会画的 这都19年12月份 我是18年12月份画的 你还 你说这些人 你都是不是有病 还好意思说我对不对的 开玩笑呢 老师现在可以确认没有C了吗 不确认呢 这要来个日线顶部结构 你能确定吗 这要来个日线顶部结构 24天下跌 A才跌41天 主要的跌下跌的阶段 A的下跌阶段就8天 就跌完了 但我能确定一点的就是 你从现在开始按照 完全按照规则来 趋势为王结构秀编 不管怎么走 你都没事 趋势为王结构秀编 其实在中间那个段 就是从5月份到11月份 就到前几天 这6个月 这半年是很难受 它也不至于大亏损 但是你坚守规则的时候 它不可能让你一帆风顺 就很难受 但是这个我提前预料到了 然后给大家进行了微调 对吧 导致我们安全地度过这个阶段 这是有因果关系的 假如说在这个阶段 你按照规则被市场反复挨打 打得体无关服 那个时候到真正你想坚持规则的时候 你就不敢了 这是最大问题 所以就是说没打着 还有一定的收益 然后我们再切换回来 及时地从正当策略切换到趋势策略 你说咱们及时不 前面7次都错了 咱们没按那个来 第8次对了 咱们按那个来的 有运气成分 有运气成分 因为最开始我说的是8、9、10 没说第8 但是现在来讲 我们就很主动了 不管下周初是日线结构形成 还是日线消失 我们会很主动 来啥都不怕了 就是很主动了 是吧 来吧 来啥都行 目前看不出快速下跌 急掌一般看不出快速下跌 现在是日线的顿化 对吧 如果日线形成结构的话 今年的日线的定量结构 就太好用了 好用到没朋友 是吧 一月初以底部结构 四月一个顶部结构 然后六月份一个底部结构 然后到现在再来以顶部结构 好用到没朋友 就是连假的都没有 四个真心号 老师现在大盘处于什么浪行 刚讲完了 热和气还没过呢 日线先看 先看作是日线的五 八五五七点开始 一浪七点 到现在是五浪上升 好吧 过10541判断为周线三浪上升 行不 刚才说的 刚讲完了 热和气还没过呢 初结构 预减几层汤 四成 咱还留两层仓 就是过年 过年了 留着两层仓 过年 过大年 春节啊 春节 当然除非趋势破了 趋势破了之后 可能那两层仓可能也不要了 个股也可以按照趋势为王结构修边 我其实今天文字课回答过这个问题 趋势为王结构修边 适合所有金融产品 金融品种啊 金融品种的所有的周期 熊市吓怕了 四成堂不敢持股 你看我这些天强调的最多的就是这一点 是吧 我说未来 如果你想到了未来 最大的问题是 你还生 就是习惯于过去的思维方式 这个熊市的思维方式 不敢持股 不敢重仓 没有牛市的概念 你就别说百分之几百的利润 你百分之几十都不敢想 出一个涨停 赶紧想跑 你这种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 怎么面对牛市呢 你告诉我 你怎么面对牛市 然后我给大家出主意嘛 我说第一个 从我的角度来讲 我不断的给你灌输概念 这概念灌输了一年 我说今年没行情 但明年有啊 2020年有啊 2021年有啊 然后我给你描述 这行情多大 我说过6124 上证是说 过6124 那就是创历史新高啊 如果创历史新高的行情 你选的股市啊 不太差 是不是应该几倍的涨幅啊 你不能总想着百分之几 百分之十几 你能不能往大了想一点 再往大 想一想百分之几百 你甭管它是不是 现在是不是真事啊 你就想一想百分之几百的涨幅 某一只股现在十块 将来三四十 敢不敢这么想 如果你不敢 就代表你过去的思维意识 还停留在这种雄士逻辑里 但未来的 它一定是不一样的 而且只有不一样 你就记住啊 只有不一样 它才会产生 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些年给大家洗的 这个思维逻辑啊 就是为了有一天 要打破它的 连续七次趋势都是错的 就是为了有一天 第八次对 你想没想过这个问题 所以当你有了一个大的概念 大的牛士概念之后 就是在这个逻辑和环节里 你不再欠缺什么了 我早就想到 大家可能会欠缺这一点 所以我几乎用了一年的时间 我跟大家说 我说明年有大行情 对吧 人生的三大机会当中的一次 诸葛拉周期和基辛周期的重叠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势不可挡的牛士 你看我 就这种描述 我很少见吧 没说过去吧 都是在说未来吧 如果未来有一天不这么走 你说 徐老师你说错了 我说错了 我会有办法去解决 但是如果我说对了 你知道对你来讲 意味着什么吗 你想想对你来讲 意味着什么 所以对错有那么重要吗 丰公起在尊明朔 朔就是正确的意思 对错有那么重要吗 你没发现我是个很务实的人吗 不要明 实实在在 赚点钱是对的 对吧 希望大家能够在股市里 做好一些 像这种历史性的行情 做好了 只有我这个ABC到底是对 还是不对 有那么重要吗 有那么重要吗 我都不介意 你说你非等着ABC 你说你都能把我愁死 前两天你说我还得劝你 我说你不能再遵守ABC了 你得遵守趋势 按趋势来了 这你再等着ABC 等着C抄底 现在你说你得等到啥时候去 是吧 没意义 好吧 做企业也要务实 你会发现这些年 什么理财 P2P 什么什么融资 务须的企业 全都出事了 至少大部分都出事了 踏踏实实 做实业的 没事 没啥影响 做人要务实 做企业也要务实 做实业也要务实 做交易也要务实 不要虚名 要实实在在的东西 好吧 还有什么问题吗 涨停板可以忽略吗 如果涨停速度是极快的 对吧 最猛烈的方式 现在就是涨停 如果速度这么快 你凭什么卖出呢 我都想不明白 大家为什么涨停就想卖呢 凭什么呀 速度那么快是没有结构的 各周期都没结构 它是处于一种鼎盛的上升时期 我说你想卖 是不是应该等到 从鼎盛到处来退呀 然后出结构呀 几掌不做孔 鼎盛在这个过程中 它会后面有延续 这些道理都讲了很多了 但是为什么很多人 都是怕涨停呢 涨停绝不是卖出的理由 一般来讲 我觉得出涨停了 它的速度都会非常快 各个周期都没有顶部结构 趋势估计也是一举突破 像这种情况下 就是持股 又一个涨停 那你是承受不住 心理承受能力有问题 但我刚才说的这个逻辑是什么呢 很多人心理承受能力都有问题 他们有问题是因为他们没有标准 你现在有标准 趋势变王结构修边就是标准 个股一样的用 你有标准之后 没到达标准 你就死也别卖 当然不能死 听谁说的 鱼死网破 鱼可以死 网不能破 好吧 一字涨停是因为心骨 它是两回事 谁跟你说一字涨停是用到现在了 你告诉我谁跟你说的 你自己的瞎理解 别往这上面按 心骨一字涨停是什么意思呢 它开完 它上市之后就一字涨停 代表什么 代表它有确定性的上涨 然后呢 当它开板的时候 一定是先放量 后开板 当它放量的时候 就代表它的确定性已经不存在了 因此 一个确定性的上升 在心骨的这个过程中已经结束了 所以你可以卖出 这没问题 这个一字涨停的逻辑没问题 但我什么时候说涨停的时候 你要卖了 如果大盘涨停了 短期还会有结构吗 你想想 就现在大盘如果涨停了 短期会有结构吗 啥都没了 对吧 什么60分钟 90分钟 120分钟 日线 周线 全没了 所以当涨停的时候 它其实是一种特别鼎盛的 一种特别牛市的力量 这个时候 往往是应该持股的 不应该卖出 反过来 大幅下跌 快速下跌的时候 我从来不建议大家抄底 还记不记得 急跌猛跌快跌的时候 甭管多便宜 也别抄 因为它有惯性 它有一个从鼎盛到衰退的过程 等到衰退的时候 踏踏实实抄个底 不挺好的吗 像今年1月4号 之前为什么空畅 急跌到缓跌 然后出日线顿化 我们知道这个位置 风险很小了 然后 抄进去 然后4月8号见顶 碰下决心 防范风险 然后出 41天的下跌 41天的中间段 我也不建议大家抄底 那个8天的下跌 多猛 记得吧 但是那8天 你看我什么时候抄过 越是猛的下跌 我越不可能抄底 那你把它反过来 啥结论 什么结论 越是猛烈的上升 我越不会建议大家抄底 能理解不 所以假如说日线涨停 你说你 找什么急迈呢 好不好 这就是说考验大家的持股的 本领了 未来是要考虑要持股的本领了 就是你很想卖 很想卖 很想卖 但是你能坚持不卖 这就是 很了不起的事情 好吧 首先是要有规则 有法可依 才有法必依 大多数人做不好交易 最主要的原因是他 没有规则 没有规则 或者说在规则的逆境期的时候 容易产生怀疑 不坚守规则 其实你要一条路走到黑 没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有些人 就是一会信一会不信 左右腰摆 这类人就是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类人 好吧 当然还有一种 对股市完全不懂 像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 不会入场 牛市啥时候 差不多快结束了 他们开始冲进来了 那一类人 那一类人呢 就是说 大家一定要 保护好他们 他是你们的衣食父母 衣食父母 接最后一半了 你看今年 这个 这个 一季度是吧 接最后一半了 新开户的人数 你看看 新开户 原来都没做过股票 他们来接最后一半 是吧 而且这个事 比方说 老师说 那你看 他们都不懂 我们让他去接棒 是不是有点不道德呀 这个不涉及到 道德不道德的问题 这是人性 人性如山 也就代表 你根本阻止不了 这个现象 能理解吗 阻止不了 这必然发生 为什么 你回看历史的行情 5178那一波 开户最多的 是不是5178那个月 古代之前那个月 开户最多 我说 这挡都挡不住 他们进来 是不是 6124那一波 你再去看开户数 哪一波行情 519行情 99年519行情 哪一波不是这样的 所以人性如山 它的逻辑 就是人性是不可更改的 未来还有一波行情 还是这个结果 还是这个结果 你把这个事看透了 看明白了 其实你就在大的战略上 不会出现太大的错误 好吧 当然我还是会尽最大努力 去拯救一些人 你像古代的时候 我说断崖是下跌 其实救了好多人 也救了好多家庭 对吧 如果将来我能够判断出来 我还是会尽力的 但他们不一定能听我的 就是说新的投资者 他不一定能听我的 能救多少 救多少呗 是吧 你只能这样 我也是当年被救的一个 我谢谢老师 那波股灾啊 到现在都是 历历在目 那个时候在学员区里的人 我觉得能挺幸福 是吧 不仅帮你逃骨灾 还帮你抄骨灾的底 抄上的第一波是 从底下跌停 涨到上面涨停 一天涨20% 当然仓位不重啊 因为还是那句话 就急跌不抄底吧 不抄重仓抄底吧 那次已经算是破例了 但是股灾1.0 2.0 3.0 咱们抄了三次底 对吧 学员还记得吧 所以行情呢 就是说 我们对行情的判断呢 还是相对靠谱了 相对靠谱 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永远年轻 永远热泪盈眶 期待着明年的行情 特别期待 就是它不只是大家的人生的三次机会当中的一次 它也是我的人生的 是吧 三次机会当中的一次 所以我也很期待 个人也很期待 好了 不多讲了 16.02分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